第十二题将一磁铁垂直立于桌上如右图 甲点在磁铁的正上方 乙柄在两点在桌面上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上课的时候跟各位提示过 磁力线是立体的 是分布在整个空间的 所以选项出说 磁场分布在其周围的三度空间呢 是对的 我们晓得 我们乙的磁针如果N级 会被我们S级吸引 所以它磁针会指向我们的图上的左方 也就是西方 所以选项B说 磁着N级偏向西方是对的 那么如果我们的磁针的N级放在柄 那么它会被吸引的指向我们的图中的右方 也就是东方 那么磁场方向就是N级受力方向 就是N级指示的方向 所以N级如果指示向东 就表示磁场方向是向东 所以呢选项C呢也是对的 那么磁力线在磁铁的外面是从N级到S级 在里面磁铁里面是S级到N级 所以我们的磁力线的分布 磁场的分布呢 在外面呢是要从我们的N级出去 然后到我们的S级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甲这里的磁场方向 应该是朝上的 而不是朝下 所以选项A呢是错的 所以第十二题问我们说 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择是A 甲点的磁场方向向下 我答案选择是A